对了,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叮当键哦 今天这一道中日和平 我们用电子锅煮日式的田煮风味 花椒煮青鱼 什么是田煮呢? 田煮是日本传统烹调方法 有酱油和糖等调味料来炖煮海鲜或者是菇类食材 味道甘甜带咸,可以保存一段时间哦 那么用电子锅来煮田煮便简单 做法步骤一和步骤二 步骤一,准备碗,调理酱汁 把生抽两大茶匙 料酒两大茶匙 冰糖一大茶匙,清水一杯 倒入碗里,搅拌均匀 接下来,最后步骤二 把青鱼八百克切块,排列在锅里 然后把步骤一的酱汁以搅拌方式 撒倒入清余上 然后撒上花椒籽 花椒籽有中国四川的味道哦 然后放上已泡过水的昆布 10cm长切片哦 记得别重叠昆布哦 然后把锅放入电子锅内 把盖盖上,按前自动煮饭模式就行了 40分钟煮好后打开电子锅盖 这就是电子锅也能煮出中日和平的 甜煮风味的家常菜 花椒煮青皮 广播剧热